Hello 早上好 我是Shanan 今天一早就开工了 然后因为我今天要带两组客人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一组呢是在 我上午会去半岛这边啊 从Saint-Martell Bellman一直到Railwood City 看几个独立屋 然后下午我会在Fayfail那边 看那个星盘 就是有一个湖的那个 星盘的那个房子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早上这组客人是一组新客人啊 然后呢之前特别积极的 星期一就找了一堆房子给我说 我们周六去看这个房子 我说星期一太早了 我说我周五在跟你确定最后的名单 他有点不相信 然后呢 OK我们星期四的时候 Shanan我们商量一下 周六去看哪些房子 我说好 然后我们大概是从 20个房子里面 他挑了7个房子 然后到星期五最后决定 最后的名单的时候 只剩下4个了 其他的都卖掉了 我的客人大为震惊 就觉得哇 湾区现在不是 财源很厉害吗 股票都跌成这样 怎么会还要这么多人买房子 我就说哈 如果你是真正认真在看房子 准备买房子的客人 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非常的正常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非常的正常 除了缺点年底的时候 这件事情从今年 大概1月中旬开始以后 就变得非常的正常 就是你周一看的房子 你可能周六就没有多少了 所以不用太早看 我们周六看房的朋友 周五确定最后要砍的房就好了 好吧 看早了没有用 看早了到周六没剩多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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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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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